今天我對昨天一直沒有忍耐住 揍了頭椅子一頓 然後所造成的風波跟社會盜眾道歉 使用暴力本然就是不對的 不好意思 那我會負起相關的法律責任 那面對 但整件事情 其實他到我店內用餐 應該說本來就不安好心 他到我店裡面用餐的時候 如果講我的東西很好吃 那誰要看 大家社會大眾用自己的理性思考一下 如果他今天到我店內用餐 說我的餐點很棒 很好吃 那應該沒人要看吧 所以他本來就不安好心 就是像黃鼠狼給雞拜年一樣 我從外趕回來 我請我的主廚用最好的料理招待他 從頭到尾 他都是滿懷著惡意而來 我是帶著善意 我就算給他吃仙丹 吃仙桃 我想他也是必須挑剔 因為才有人看 他的頻道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專門講人家壞話 那他影響到不只是我餐廳的營運 還有我員工這幾個月來的辛苦 還有我們對料理的執著 我的東西怎麼可能會難吃 基本上我的主廚二三十年的經驗 我東西都用最好的 我自認是一個美食者 我怎麼可能開一間餐廳來砸自己招牌 但是你對這種人講 講什麼都講不通 那越講越氣憤 所以一時失慮之下 所以我就用超派鐵拳揍了他一頓 那整件事情就是這樣子 直播主TOYS來到網紅超哥餐廳用餐 卻當街上演大亂鬥 講什麼啊 你是仇仇是嗎還是怎麼樣 我搞不懂 為什麼要扯脫心 我知道你吃個飯要怎麼 雙手插腰話說到一半 TOYS被超哥架出脖子 摔往路中央一連出拳毆打好幾下 一旁民眾看傻衝上前想拉開雙方 但超哥情緒激動 怎麼勸架都阻止不了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直播到一半中段 當下還出現好幾名黑衣人加入戰局 TOYS衣服全被扯破 只能坐在路邊等救護車到場 背後好幾個淤青一片紅一片紫 主要傷是聚集在頭部鮮血直流 頭頂也有明顯的撕裂傷 縫了十多針 不能想像出手有多重 當時TOYS就在店門口評論餐點 而超哥就在一旁 雙方發生爭執之後呢 雖然從店裡跑出了將近十一個人 就在這地方 WELL TOYS 還原事發經過二十號晚上 曾獲得電競比賽囉 世界冠軍的TOYS 到超哥在台北市東安區的餐廳用餐 但在吃飯的當下 雙方就鬧得不愉快 超哥那個出飯超難吃 超難吃嗎 出飯超難吃 真的嗎 你沒有跟你開玩笑 我直接當面直接跟你說操飯是你 大家都是華人 我們講的同樣的中文 只是你會需要因為這樣子來消費 原來TOYS指出店裡海鮮好吃 醋飯卻很難吃 一連講了好幾次 引來超哥不滿 走出店家後還繼續批評 超哥忍無可忍出手攻擊 警方也到場處理 43歲的超哥號 是全台最有錢的Youtuber 本業做長照中心 身家上億 這回當街揮拳TOYS 挨告殺人未遂等等四項罪名 警方也鎖定另一名他的朋友 也有出手 儘管在直播中 他指控TOYS就是來找麻煩的 但打人是事實 誰對誰錯 外界各有判斷 TV新聞綜合報導 直播過程中 遭到網紅超哥一群人圍毆 TOYS製作完筆錄 身體還是有些不舒服 需要再回醫院做檢查 我判斷優惠 TOYS頭部貼著紗布 明顯看得出走路不太穩 都還需要朋友在旁邊攘扶 剩下的讓律師來回答就好了 不好意思 他指說剩下的全交給律師 講話聲音有點虛弱 和過去直播上的形象有很大差異 TOYS就醫過程 朋友還有到醫院關心 拍下他躺在病床上的模樣 還被發現就在醫院外 還聚集的十幾名黑衣人 跟在旁邊 但還原他們的恩怨 早在去年10月就埋下刀火鞋 甚至還在當天發現他們員工 疑似將廢油倒入水溝 雙方就此結下梁子 盡管最後在脫口秀上和解 但這回再度爆發衝突 TOYS自稱美食公道博 在YouTube頻道拍了 一系列評論美食影片 館長便當店也曾經找他試吃 就算館長站在旁邊 我也是要照噴的 但是目前來說 這個香腸的部分問題不大 至於這個價格 實在是很忍不住要吐槽 就算館長助理站在旁邊 他還是直接吐槽便當價格貴 開箱望紅蛋塔餐廳 這道是他最喜歡的 很老實地說 這道我覺得是 非常普通的一道 花錢的業配 他也是沒在客氣 有些人認為他實話實說 但也有人覺得 是不是想挑釁 TOYS不是第一次要上媒體版面 過去他住家的轄區警方 就會加強網路巡邏 追蹤他的動態 又或是在住家外加強守望 就是怕引發衝突 沒想到這回意外 還是發生了 日北新聞 陳王吳欣彥 台北市報導 前面來關心這個網紅之間的衝突 號線全台最有錢的YouTuber超哥 昨天晚上的是當街毆打TOYS 稍早的時候 他也從太出所移送到了 這個分局的偵察隊了 那回顧這些案件 其實昨天晚上 TOYS知道他新開 到了這個超哥 在台北市大安區新開的海鮮餐廳用餐 但事後他是在店門口評論說 雖然這個海鮮好吃 但是這個醋飯是不好吃 沒有想到這個舉動 疑似是引來這個超哥的不滿 竟然和店裡的客人 還有他的朋友 將近10個人圍毆 他一個人造成TOYS 他的背部有多數的挫傷 而且頭部是有明顯的撕裂傷 當下緊急被送醫治療 而TOYS也透過律師指出說 昨天晚上 一共是控告了四項罪嫌 包含這個恐嚇 傷害殺人未遂 還有組織犯罪條例 但其實這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發生衝突了 過去這個TOYS已經在這個超哥開的雞排店 新竹的店 有時指控說他的這個雞排 不好吃是狗才會吃的東西 之後 而且在直播開箱的過程之中 還拍攝到他的員工 把偷到這個廢油到水溝裡頭 因此兩人當時就槓上了 雖然後續他們曾經有在這個賀龍夜夜上 上面同台來和好 但沒有想到這回 又是因為了這個食物的關係 再次發生了捐職 但是也有外界有聲音指出說 因為當下直播並沒有關 而且怎麼剛好店裡都是這個 超哥的朋友和客人 因此也有外界的聲量 懷疑說可能是炒作 YouTuber超哥和直播主TOYS 兩人當街上演全舞行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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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扭打一團 一路從店門口打到斑馬線上 TOYS被打到見血 衣服被扯爛 蹲坐地板 會爆發口角疑似 這原因 那你就不要吃什麼國籍嗎 如果這樣 這麼見面的話 講什麼啊 你是仇仇是嗎 還是怎麼樣 我搞不懂 為什麼要扯過是不是 衝突發生在北市大安 超哥經營的這間海鮮餐廳 吃瓜的網友指TOYS開直播來用餐 疑似批評醋飯很難吃 超哥來現場對職 扯國籍爆發口角大打出手 目前超哥已經被帶回警局 而兩人衝突早就不是第一次 狗都不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難吃 先前TOYS開箱 超哥的炸雞店批難吃 還意外揭露店員 疑似將廢油倒入水溝 雙方網路攻防 結下兩子 之後還上脫口秀節目 上演世紀大和解 這次又再度發生糾紛 兩人真的 超派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